現在來試看看,因為他們說好像可以飛兩公里 但是今天的就是遙控剛開箱 不過我們先測一下,就是他們的5.8G的頻率先飛看看 他說聽說可以飛500公尺而已 OK,好,很有趣 我們現在跳過去149好了 好,149 他現在已經到149了,我們試飛看看 好,好,起飛 起飛 反狂漣漪刷新,請留意反靠 所以他多,你說500喔?對 往那邊,你就往那邊飛吧 往那邊飛 因為這邊如果要撿飛機比較好撿 我們現在來操 500是不是 有運動模式嗎? 對,運動模式 新機就直接運動模式下去了 我們要調整遙控的角度 對 2005 他說500 他說500 對,他說500 應該是超過500 100分之100 你有夠高嗎? 喔,真的超過500了喔 真的超過500 你說他的斷訊是怎樣 他說好像是會斷訊 但是我飛到500還是一樣沒有斷訊 對 好,我們現在到100高 如果他出現調整就是 微弱我們不管他就是 如果要拉鋸就是直接撤,不要停 不能停就對了 對 我們現在新機我已一公里 兩公里好了 真的 啊,你有夠夠電嗎? 不 不用怕,他沒有電,他一定會自動回來 哈哈 你看,現在已經800多米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關廟地區 信號圍繞,請調整天線我不理他 我還是照樣的飛 所以你飛過斷吊嗎? 有 他自己飛回來 沒有 就是斷吊就是 一直就是調天線的角度 調到他能收到 他會自動返航嗎? 有,他一定斷吊一定會自動返航 但是自動返航的時候 我如果再拉鋸 我一定都是取消取消再取消 他說現在你沒有訊號嗎? 會有一個紅色的 我不管他 你管道沒有畫面嗎? 對,我就是使命必達 使命必達 現在已經 13 13了 1.3公里了 1.3公里了 我們就到兩公里就好 你可以看 他這樣 受得到很厲害 對啊 這就是日版的 台灣會這樣子嗎? 台灣可以這樣子嗎? 台灣一定比日本 日本的遠 因為台灣的隨便飛就是4公里 半程4公里起跳 但是4.5公里至5公里 不要貪飛 貪飛超過5公里 一定減飛機 把你都逆風了 剛好對面順風 趕快回來可以 不管他 沒有關係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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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兩公里就是兩公里 像這樣我就不敢搏 給你 信號丟失 不要管他 繼續 繼續 不要管他 沒去 沒關係 然後呢? 然後就是 直接等 等信號再回來 你為什麼要等你回來? 他現在已返回 他已返回 他已返回 他是飛機介面嗎? 不用 他現在 你接到 他就是要用手動自動飛回來 你真的 一旁邊飛嗎 還是怎麼樣? 旁邊飛 他不會說 鐵圓多 轉回來 這樣子飛回來 不會? 不會 他旁邊飛 是嗎? 他不會反向回來嗎? 哎 我們現在訓了 他現在在自動返航的 一方是面對我們嘛 因為現在大家都斷掉有時候新手都會怕 我們就是 站定一點不用怕 因為他們就是怎麼出去他就是怎麼回來啊 除非你的電量就是第50% 你就是自認倒楣 對 所以現在是飛機是這樣子回來還是這樣子回來嗎 對回來 他會主動幫你洗臉 他有一個 對這個 這個 所以外出不用怕去抄 對不用抄去 因為你是要刺貨 因為他會負責兩公里 因為說有百公錢我已經負責兩公里 所以說用那個的訊號其實是沒有 對飛機沒有差別 對沒有差別 但是 就是那個2.4G跟5.8G 因為日本他們規定就是要2.4G 他們的5.8G訊號是非常的微弱 但是 我想一想過來台灣奇怪5.8G訊號這麼強 嗯哼 我是不是在懷疑他們 過來台灣已經變成真正的F5.7G F5.8G 他被你切換去 對 他被自動切換過去了 對 台灣是因為沒有左邊那些頻道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拍 你那個飛機是沒有攝影的嗎 有 飛機也 我沒有拍攝影 他有了 你拍攝影 他會吃電 他會吃電路 然後你一拉鋸 你吃得更快 OK 所以我處理我都是用手機錄 直接測錄 OK 對 所以你不用 我用手機啦 對啊 用手機測錄啊 我用你的機器再拍 所以就可以直接拉回來了嗎 對 你已經管了 割 割 割趕快這樣 所以頭子超多少 頭子2千 我沒有 我不知道 待會看數字啊 待會看數字要知道 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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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那裡面有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找飛機 你可以錄畫面嗎 有啊 可以錄畫面 我們有一個撿飛機就是在我的裡面 有一個找飛機 按下去 然後它會告訴你都是在哪裡 然後你就是要 就是要騎著機車就是去找 如果你要就是 它現在是地圖比較就是一般版 你可以開成塗層 開成塗層你們比較好找 就是衛星比較好找 你可以知道它降落在哪一條馬路上 對 你找過嗎 我找過 因為上次我就是單程拉5.5公里 我就是去二遼關日艇那裡拉 對就是用台版的迷你拉 單程5.5 然後飛回來的時候 啊慘了 在上空的時候已經完全電池都是0%了 結果海底我有300公尺 我就是 找一個就是 地方的安全降落 我就是會鏡頭朝下 然後就是看 接近馬路上就是在那個 馬路上降落 如果降落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上面有沒有障礙物 如果有障礙物 速的話一定卡在上面 啊如果降落一定就是要準確 OK 對 對 這幾號 這幾號24 對 對 249這一台 這還沒有沒有相當的齁 249 因為它就是 如果它沒有電的時候 一直在迫降的時候 你們不要怕 就是 一直往上拉 拉高拉高拉高 因為它拉高的時候 它就是下來的時候距離會越來越遠 就是 越來越遠 如果你低 它一定越飛 越飛越下越飛越下 就是直接 炸機了 啊 直接往上拉就對了 對 如果它 它顯示低電量 你就是 10% 它自動就會迫降 如果你覺得 你10%以內 飛不回來 你就是 在固定就是15%的時候 就是把高度拉到500 跟它拚 因為拉去 就是要抱一個 就是必死的決心 對 就是 對 就是炸機 啊不然就是好運 就是直接降落下來 有距離讓它可以這樣子慢慢下來 對 而不是下降直接掉下來 對 就是拉高 就是慢慢下下下 下到你的位置 然後就是用手去接 OK 對 這就是新手不知道的 就是 咦 它這段破降了怎麼辦 啊怎麼辦 有就是有個方法 就是降落 降落在安全的地方 你就是 鏡頭直接打下 這樣子打下 讓它能照在 就是下面的 找馬路 就是安全的地方降落 OK 對 而不是說你現在變成說破降 你就 大概你要抓大概15% 就要往上拉了 那你知道說你可以 這樣子可以慢慢降的回來 那如果說你的距離夠的話呢 就不用這樣子做了 對對對 對 這樣子大家就學了一招了 現在有很多網路上就是直接這樣子甩 好好好 這樣子對飛機的電機很不好 OK OKOK 又學到一招 因為我都是用甩的 哈哈哈哈 都是被學 被那個網路教壞的 好像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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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